家庭成员肉食而且杀神 劝他们无力劝阻 我们无力劝阻 而且为兼顾家庭关系 不得不为他们制作肉食心中矛盾 又不知如何处理 这种状况心里头不要有矛盾 心里面深欢喜心 深慈悲心 灵敏心 度他们 我们心里头要深烦恼深矛盾 我们自己错了 我们这个节没解开 想到佛在华言里面所说的 离似无碍 似似无碍 我们遇到这些事情 为什么会有障碍 为什么佛菩萨没有障碍 把这个原因找出来 然后把这个因素消除 你的问题就解决了 一定要做出沉寂 给你让人看 你没有沉寂表现 他不相信 现代人所谓的是 你要拿出证据来给人看 我们确确实实能把证据拿得出来 菩萨生 可以跟这些小动物沟通 菩萨生决定得健康长寿 少病少脑 最明显的 就是不容易衰老 这是最明显的 所以我们修佛要认真去做 众善因得伤果 造卧业得卧报这句话不说 说的什么 刺他的心 只讲众善因得伤果 后出来一句不要说 学免他 我们自己行善 行善 善的果报就在面前 就给他看 一年两年看不出来 时间太短了 到五年十年 就很明显了 这个相信之下了 比例差距就很大了 他会救我 我修佛的时候 那是二十几岁 我们的同学 还有老师 同事 长官 都看到我乖乖的 被佛迷了 工作不要了 去出家去了 都是我迷信的 过了十年二十年之后 再见面 你对了 他觉悟了 为什么呢 看看他老了 我没有老 他为什么老了 天天画天久地 我不老 天天吃青菜豆腐 十年二十年之后 他才晓得 你这个是对的 你这个生活方式是正确的 所以我们度一个人回头 是很快的 几天几个月 他走不到 总得要有十年二十年 让他回头 所以要有耐心 没有耐心 怎么能成功呢 自己决定要拿出沉寂 沉寂拿不出来 不行 人家不相信 理论是另外一种事情 最现实的是国报 这个夜班人讲 正确 我这个身体就是正确 我每天这么欢喜 每天这么快乐 这就是正确 中文字幕志愿意 是所有为何发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